看到这是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白宫已经宣布了 美国国家的安全顾问 捷克沙利文将会在周一的时间 在罗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讨论乌克兰的局势 还有双边关系 而这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国大陆还有美国最高层级人员的会晤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 这回的会晤的重点是要落实去年11月 中美两国元首视讯会晤 所达成的重要公共事 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目前整个俄乌战争开打到现在的最新状况 到底是如何 现在战事已经造成了2200人丧生了 我们来看到在昨天这一天 俄罗斯对在乌克兰当中的 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城市 国际维和中心发射了8枚飞弹 结果你可以看到 当下立刻造成严重的死伤 现在伤亡人数不断的上修 造成了35个人死亡 刚好134个人都已经受伤了 现在立委副市长几乎 北约应该要实施一个禁航区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则说 这完全就是一场恐怖攻击 因为当时还有外国的训练教官 正在基地里头 美方现在已经严重提出了警告 表示俄罗斯你如果攻击北约的话 北约也会全力来做回应 好 当然最新消息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开战以来也出现首位的殉职的西方战地记者 有一名曾经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的记者 他在采访途中就遭到俄罗斯军方的射击 他的颈部重弹不幸身亡 已经遭到俄罗斯攻陷的乌克兰大臣赫尔松 民众看到俄军坦克上肩份和南平上前包围 结果一阵激烈枪响警告意味浓厚 受伤的男子是一名美国记者 遭受俄军炮击受伤捡回一命 当下他并不知道搭档已死在枪林弹雨中 现在50岁的美国知名记者雷诺德 前往首都基辅西北方城镇伊尔平 要拍摄民众逃离战火情景 却在开车经过军方检查上后 突然遭到射击颈部重弹身亡 成为俄乌开战以来守卫殉职的西方记者 他身亡时身上挂着纽约时报的员工证 但纽时澄清他并非现任员工 另外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 仅16公里的乌克兰围和中心 遭到俄军8枚飞弹轰炸至少35人死亡 地面被架出了惊悚大窟窿 俄罗斯意在阻断北约从波兰 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美国则警告俄军若攻击北约 将视同对美国宣战 北约将全力反击 最惨炮灰大臣马力波 无辜在炮击中丧生的平民 飙升至2200人 俄军不惜一切的包抄战术 全是为了逼首都基辅投降 现在基辅成了速杀空城 宛如异世界 留下来的基辅人说空档城市 只听到越来越逼近的炮击声响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最新一轮谈判 将在14号登场 各界期盼能为终结战事 带来明确曙光 记者综合部导 好 能不能够透过谈判 为这个疫情终结带来曙光呢 现在可能还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了 因为现在外界都分析了 俄乌之间的战事 突然是往西边城市拉 我们持续来看到 目前在当地的最新状况 这是在南部城市赫尔松 已经遭到了这个俄罗斯军队的战力了 但是民众现在非常不满 俄军企图要创建一个赫尔松人民共和国 因此在周日这一天呢 其实有数百人走上街头来抗议 好 另外呢 还要来看到 这是俄罗斯的军队 在距离首都基辅不到五公里处 有一个这个伊尔平 同时也是发起了这个大规模的攻击 现在呢 在这个停时间是爆满的状况 而且雪地还突然看到 有这个祈祷姿势的遗骸 好 这个画面 这个照片曝光之后呢 也是让人看得蛮触目惊心的 好 另外还要来关心的是在这个城市 马力波 马力波其实遭到俄罗斯围城 已经有超过12天的时间了 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传出 已经有超过2100位的平民是断魂 红十字会表示 现在当地可能时日无多 好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在当地 包含这个物资 粮食 还有饮水 都是非常缺乏的状况 好 现在整个战线 为什么会突然往西边城市拉呢 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他认为 这应该是属于警告式的攻击 到底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带您一块来听听看 英文战局又突然往西边拉 就是西边的几个像这个 卢兹克跟利沃夫 这几个我觉得是大概就是 一种警告式的一种攻击 那基本上是对所谓西方的补给线 的一种 一种警告式的攻击 那因为现在军火源源不断 那么近来的打法 我觉得跟欧美国家给他的武器 我觉得不是现在才有的 而是这个战法 乌克兰的战法 我想在过去几年内 就是得到了我想西方 尤其北约的军事专家 就已经给他定好了这个战法 就是坚守不出 你不要跑出来 你跑出来你的城市地区 乌克兰大平原 你被人家掌握制空权的时候 全面一次就把你歼灭光了 所以他们都基本在城市里面 那这里面刚刚讲他们俄罗斯 他所谓的去纳罪化 找亚述营这些这种民兵 民兵组织现在变成这种 那主要集中在就是 马里乌波尔跟哈尔克夫 那这两个城市相对也打得最惨 也已经进行了 我觉得已经进行了 竞向战的一种程度 而且你看俄罗斯已经公然的 对民用的设施 然后已经开始攻击了 飞弹 我看打那个马里乌波尔 就是直接打民防 直接打民防 飞弹直接打民防 我是觉得这个已经就是说 已经相当惨烈了 这个打法的话 我觉得对泽伦斯基来讲 是出乎他的预期的 他有这个准备 可是他没想到俄罗斯会真的这样打 当然俄罗斯先不会在基辅 在利沃夫这些西面的人先这样 他先去纳粹的话两个城市 最主要的是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因为他基本上 他是在属于这个 在这个盾内刺客州之内的 他是这个州的城市 只是在过去内战的时候 被这个乌克兰军队占领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收复这个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几乎一半的居民是俄语 是俄罗斯裔的 所以他有地力之变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打这个马里乌波尔 我觉得在民心上面 在这个战情的这个民心上 对乌军会造成强大的震撼 因为乌军可能是没有想到说 他们这个战法会面临 俄罗斯如此无情的攻击 这是非常无情的攻击 上一次不是讲说 这个乌克兰不但一直在讲说 俄罗斯攻击一个妇幼医院 那俄罗斯就讲说 这个已经不是妇幼医院了 这个妇幼都被撤离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军事据点 所以他就攻击 你看最近的 我看了最近的战 都是打的都是民防 打的都是民防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是他的第二阶段的战斗 已经开始了 第一阶段是完全 第二阶段攻城现在开始了 可是这攻城看起来 不是先往西方的 不是往基辅 基辅还是为而不打 是打这两个 他本来就要好好收拾了 这两个城市 对里面的这些 要完全的一种收服 可是这个就会对 德伦斯基的战和的这种决心 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可是回过头来 我又认为为什么 最后普丁还是愿意用这个 还是接受用这个打法 这个我觉得也跟西方现在 快速的加大制裁力道 然后呢 这个各种原武器 快速到达乌克兰军队的手里 是有关的 防疫期间呢 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一台 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